好来看到苹果iPhone 16发表会即将登场 颜色方面预计会有五种 其中iPhone 16 Pro以及ProMase还增加了钛金色 尺寸的部分也提高到6.9寸 出现史上最大的iPhone手机 影像规格提升可以左右滑动来变焦 未来还会搭配深层式的AI功能 苹果概念股第三季营运也跟着进补 不过上游镜头厂商大力光公布8月份的营收 创历史新高之后股价持续走弱 周一下跌1.4%来到2700元 创下近一个月的新低 苹果iPhone 16发表会即将登场 根据外媒报道除了五种颜色 绿色 粉红色 蓝色 白色和黑色 iPhone 16 Pro跟Pro Max还增加了钛金色 影像规格也全面升级 拍照快门按钮会是以全系列配备 可以重按拍摄 轻按对焦 生成式AI功能还能实现利用左右滑动来变焦 影像体验上明显升级 iPhone 16系列都会支援苹果AI系统 因此全面升级为8GB记忆体 另外iPhone 16 Pro跟Pro Max 将启用录制8K影片功能 媲美专业相机 其中iPhone 16 Pro Max尺寸将从6.7寸提高到6.9寸 可能是史上最大支iPhone手机 随着新机发布 屏概股也受到关注 这一次就搭载S8的处理晶片 那所谓主要是代工的 还是以台积电为主 就软板方面像台光电 滑通 真顶 这些其实近期的营收 都比上一季都来得好 镜头模组像大力光 浴晶光 这些在之前的部分 大盘叠升的部分 短线上都有坦升到一层到两层的空间 那主要镜头的部分 它有做一个提升的作用 那对短线上 其实在镜头模组的部分 或是在触控杆件 元件的部分 都有一定的推升 只是也有分析师认为 大力光出货高峰期已经过了 第四季成长动能趋缓 加上市场担忧 外购冷静组装镜头 对毛利率的负面影响 周一股价持续走弱 创一个月来新低 苹果新机发布后 有没有可能追加下单 将会是苹果供应链 后续股价表现的关键 记者黄静芬 林嘉宏 台北采访报导 简盘查